過年後有真的回到臺灣過年的民眾 紛紛要回去海外去上班去搭車 這也有真的便宜 這些主委採檢的量 增加有夠多 像說便宜主委採檢的人數 為過年曾一天二十人增加到九十人 成長四倍 又特別拜託加開這個問診 有回到中國的台商 跟日本的留學生 就跟記者說 電話已經過幾個經便宜 嚴國就沒有這個名字 說到台北 台北國便宜目前 主委採檢的費用差不多是七千塊 那麼可能入計 先說便宜說 如果民眾的需要用 同樣這麼多的考慮 降到五千塊 步照幾票 步照的一份 便宜整台有夠不應 大家拜託要夠資料 都在臺灣 台灣找 要回去日本找頭路的收入 有得到金 他說政府跟我們這裡約到採檢 便宜要去新嘴的醫院 但是後來找到這一家 所以來接一下 對 已經帶來所有的各位 每一間病院的採檢問診 現在很害怕 受檢人數是暴增了四倍左右 為了服務這些要反國的 這些民眾的PCR的採檢 我們也特別在星期六的時候 有加開 過年後就是二月十七號以後 就開始今天大概一百 十一百五 我們自己員工的那個家人 從大陸回來他們都派不進去 因為拜託班 想要回去海外上班有夠困難 教頭出名字的都約不到 過年期間那個都爆滿的 七千元剛好 主委採檢會用是七千元 那不可能六金 過年後 方家的新嘴已經收回來 買一個人去出國 電動作變成一個難關 今晚說問診採檢的名字 都可以增加 讓這些海外遊主 可以順利 出去國外上班